中国首都北京的交通拥堵情况严重 当局计划推行类似新加坡或伦敦的公路收费 以缓解交通拥堵的情况 中国官方媒体报道 这个措施或许在年底推出 每天的收费是介于3美元到8美元 高峰时段未到 北京路上的车辆已经开始慢行 而到了高峰时段 交通更是堵堵堵 为了解决高峰时段的交通混乱局面 北京当局计划向进入北京部分路段的车辆征收拥堵费 不过学者认为收费措施可能带来新问题 拥堵收费就是说在一个区域内 它给你增加了一个进入的负担 的确能从一定程度上限制一些汽车流的进入 但是你也会想到就是说 我们加入了很多中负担之后 很可能会形成一个比如说城市中心的衰退 征收拥堵费措施能否有效地促使驾车人士 少驾车进入首都街道 民众反应不一 我交不起这个费了 自然我就不开车了 该出来它还是得出来啊 不是说你收了钱我就不出来了 买的车我不能说我不开 过去五年 北京的车辆增加了17% 为了疏解拥堵现象 北京当局定下2017年底不超过600万辆车子的目标 好 好 谢谢观看